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血 李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 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风》 这首诗里没有一个风字 但是每一句都感觉有风来袭 请问今天我们要来参加的节目 叫什么名字 经典永留纯 我们要不要出发 要 走了 有请经典团唱人 中国经典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作为父母 更应该把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让孩子们传畅下去 爸爸妈妈说 中国人就要读经典 经典里有老祖宗的智慧和美德 我可以说 我是经典传唱人沙翼 胡可 沙俊博 沙俊良 我们把风唱给您听 铁乐山丘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铁乐山丘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铁乐山丘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无形的 透明的 无明的 平凡的 温暖的 凛冽的 风吹过 二月花 二月花 山丘夜花开 夜落 千尺浪 万甘鞋 浪 飞猪蟹 二月花 山丘夜花开 夜落 千尺浪 万甘鞋 浪 飞猪蟹 山丘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我是我透明的 无明的 平凡的 温暖的 云烈的 风吹过 小夜雨 冬夜雪 寒来树马 风吹过 这世界 每个角落 苦雨天 愁雨乐 世世变迁 风景过 这世界 每个迈过 秋山秋叶 龙太阳 夜寒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接我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接我三秋叶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烛万甘鞋 跑江千尺浪 出烛万甘鞋 入烛万甘鞋 接我三秋叶 出烛万甘鞋 轰开二月花 扁揸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适争 满万甘鞋 入烛万甘鞋 入烛万甘鞋 出烛万甘鞋 潮盛 掌声感谢我们的 四位经典团唱人 谢谢 沙利跟胡葛 都是特别能独当一面的人 你说没有俩孩子在 他们俩在台上 那是游刃有余 对 我也想说 因为今天这俩怎么了 特别是杀艺 尤其杀艺 我觉得嘴角都快抖出了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经典这个台上 就应该多有这样一些 特轻松的 特意志的这样一些歌曲 而且曲调其实非常简单 特别简单 刚才已经学会了 街落三秋雨 能开二月花 我将尘尺浪 入住了感谢 还真是 其实今天这次我们选 这首诗是有一个原因的 为什么 对 是因为这是安吉慧的第一首诗 其实是一个让我很惊喜的 一个生活的片段 是那天她回来特别兴奋 她就跟我说 她说妈妈我会背诗了 我说是吗 我说她你背给我听 然后她就背了这首封 然后呢 关键不仅仅是背下来了 她还给我讲了这首诗的意思 讲的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特别的惊喜 惊讶和惊喜 她理解了 对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说实话 有的时候背诗的时候 可能只是背诵 我们并不理解她背后的故事 可能时间久了 不背了也就忘记了 但是她很生动地 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其实 也是我真的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 这首诗写的什么 给我们也说说 风可以吹掉叶子 第二句呢 能让花开 能让花开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是什么意思 是 入了竹林 风就会把竹子弄斜 可以 她的画面感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康老师 这一首诗 应该也是古诗当中 比较特别的一种 就是它的名字叫风 但它通篇没有出现一个风的字 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面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 用了非常巧妙的比喻 让你围绕这个事物本身 展开丰富的想象 给你留出大量的空白 但却不点名 让你自己去悟 就像我们唱的这个风 它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事物 虽然是常见的 但是作家的妙手写成 却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 李乔的风这首诗 朗朗上口便于寄送 虽然过去一千多年了 但我们现在读起来 一点都没有障碍 你们俩听叔叔背这首诗 然后你们猜这个诗写的是什么 好不好 嗯 好 远看山有色 静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我知道我知道 你说你猜是什么 最后一句就是 人来了鸟不飞 对了 那这个是 他的名字就货 兄弟合力 可以 其力断金 真的 看来他们对于这个 中国传统的这个诗词 还是挺了解的 保读诗书 学富舞车了 家风 家风 安吉 七岁了 现在能背多少首股诗了 很多首 很多首是多少首 就是特别多一百个 一百个 你就这么给你哥挖坑啊 弟弟能背多少首 请注意挖坑 一首 你自己说 弟弟能背一首 弟弟会背哪首 弟弟会背哪首 我不知道了 来吧 加油 告诉他们古诗词多美丽 来 预备 走 来 可以吗 来 来 一 二 三 开始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下双 举头望明月 第三次故乡 还有这个 哎呀 不行 还带动作的呢 怎么来着 怎么 举头望明月 是怎么 床前明月光是什么 床前明月光是这样 是这样 床前明月光 是这样 这样就是太阳生起来了 是吧 明月光 月亮是弯的 好好好 月亮是弯的 对不对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双呢 这样 地上双 好 这样 好 这样 举头望明月呢 这样 这不孙悟空吗 好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孤枪呢 这样 好 叔叔跟你一块表演 这个最可爱 你来念 我来做 这个动作 好不好 来 好 来 对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下双 举头望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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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对对对 来 对 对不起 我忘了 来来来来 重来重来 来来 预备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下双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孔枪 对不对 对 不错 今天给了你一个极大的惊喜 是吗 我不知道 老父亲快老泪纵横 我说我儿子那么有初心 杜丹看见这俩孩子 是不是立刻想到自己的宝贝闺女 哇 现在我每天给她播放 唐诗六百首 你闺女才多大呀 就六百首了 然后我还给她买那个书 配合的有书 我觉得她总有一天会想背的吧 其实就像摸耳朵一样 就是 对 对吧 给她放 可能她现在还小 不太能去记住和表达 但是她非常熟悉 这样的一个语境 对 就像她长大做这样 我觉得两个不一样的方式 其实她小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地让她去背 去听 我觉得我特别希望 她有一天 愿意去学古诗的时候 是因为她明白了什么意思 她了解这个意境是什么 她自己很愿意去 把她背诵下来 夏毅 现在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你是参与哪个部分的 成长 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不单纯是长辈和晚辈 其实更像是共同成长的朋友 朋友 就是像我们吧 就是工作 其实特别忙 特别想跟孩子在一起 对 但是她这个工作 她不允许你 就是像我们还好一点 像他们那一部戏 外边就几个月的 你就即便是想陪 你都没那个时间 但是当有一天 突然这个小孩就 因为我小时候抱小孩 抱着我孩子 我一边唱歌 我就捂着她耳朵 一个耳朵贴在胸上 一个手捂着耳朵 就这么给她唱歌 这感觉像昨天一样的 都还没抱够 现在要抱她的时候 一米七了 就都没时间抱她 就觉得时间特别少 就是做父亲 有时候其实蛮无赖的 虽然忙 但是我觉得在你有限地 陪伴孩子的时间里 你希望给孩子传递的 最重要的一个 加峰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觉得我特别 要求他们两个就是 一个是要做善良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 要做诚实的人 然后我觉得男孩子 还要勇敢 希望他们两个 能胸有地宿地宿 我经常跟他们说 有一天可能爸爸妈妈老了 不可能永远陪在你们的身边 你们亲兄弟俩 才是一直可以携手 走完这一生的那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份兄弟之情 是特别珍贵的 那要是老了的话 会不会死呀 人都会死的 没有关系 对不对 关键是活着的时候 很开心就最重要了 好吗 突然触及了一个伤心的话题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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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不会宝贝 妈妈会一直年轻的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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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要老了 我只爱 我不想要老了 我只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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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对不起来 我就要摔倒了 好了 我们家经常是这种画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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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妈妈就那么一说 没有 我错了 观众朋友们 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画面 我觉得小孩就是这样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着 其实这个正是小孩子的这种天真无邪 正因为是这样 其实更需要我们做父母的 好好去引导他们 他们才会是健康成长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很多的讲道理 敌不过言传身教 我觉得自己做其实挺重要的 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所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家庭 他们唱了李乔的这首诗 等到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 也许他们还会给自己孩子也唱这首诗 我想有很多美丽的经典 都是通过家庭 通过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共同地去传唱它 才代代流传下去 家风一代一代都有 每一个家都有不同的家风 聚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民族的风范和民族的风气 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代际相传 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接下来让我们为这四位金面传唱人 打开分享通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 如果您喜欢这首风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一起读诗成曲 传唱经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